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 就是耶和华的族类 Gizho Shia Elohim 那我们今天的小时是 吃亏也不更改 我们同心来祷告 吃亏了天父 我们恭敬的把此时的时间摆在你圣洁的宝座前 愿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身心里 愿你掌完全 居所谓奉着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就是诗篇15篇第4节 85篇第10节 印福所书6章17节 罗马书13章8节 他眼中描述 他眼中藐视匪类 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我们上次曾分享过 神的话语 一个清新的人 他不会随便去毁谤 去诋毁 去控告人的 我们就知道敬畏 不是一个空壳 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那我们知道真理的道 他是一个利剑 所谓利剑 他不但可以防复 而且他可以抵挡 那么我们更晓得 神十字架的恩惠 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佩剑 而是我们生命中的宝剑 是我们随身的宝剑 当我们遇难的时候 他能发挥能力剑 能产生能力 能发挥能力 能抵挡一切恶者的侵袭 能媚境邪恶者 一切的非剑 一切的毒剑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能驱除邪恶 脱离媚命的案件 所以我们就要晓得 为什么敬畏的智慧 这么重要 因为那是从天上来的 唯有从天上来的 没有人可以抵挡 那所以敬畏的心 就是天父上位一体的灵 借着十字架的恩惠 宝血的捷径 使我们生命能得光照 而且我们看到永生 对我们的生命中有期待 使我们在这今生上的投资 能有盼望 有期待永恒的恩底 所以在以福所书第六章十七节 他这么说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我们就知道我们披上了 我们戴上了救恩的头盔 就是因为神的荣光 披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因为我们有真理的道 而这真理的道不是空壳 是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 去执行 这就是上帝的道 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诗篇 15篇第四节 他说 他眼中藐视费类 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Niftze benai nias Vet yilai Adonai Yahabed Nishbar de ha'ar fe lo yamir 我们就知道 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第一个他眼中藐视费类 Niftze benai nias 我们就知道藐视 Niftze 藐视的意思 其实在原文他这个 就是说他是被拒绝的 他是被轻视的 他是被憎恶的 也就是说一个匪类 他是被耶和华所拒绝的 所藐视 所轻视的 就是不被祝福的 那我们知道 Limas 匪类 就是恶人的意思 也就是那些不敬畏上帝 行恶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是被上帝所藐视 所拒绝 不被祝福的 圣经上讲到许多说 恶人 他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 恶人的道路是必灭亡的 也就是说他眼中藐视真理 以行恶 以抢夺 败坏他自己的恶行 他心中没有上帝 所谓坚恶所强暴 他没有怜悯的心性 所以这一种人 是被耶和华拒绝的 他不择所断的追逐 然后常常欺骗 抢夺 践踏 无辜的生命 不管这种做法是有行的 还是无行的 但是呢 你知道这样的行为 在人的眼中 在敬畏耶和华的眼中 甚至在上帝的眼中 他们是被轻视和藐视的 所以在以赛亚书3章11节说 恶人有祸了 他必遭灾难 因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报应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恶人他们被藐视 被拒绝被震恶呢 不是因为别人对他们的不好 而是他说他们有祸了 是他们遭的灾难是从哪里来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 自己的手 所行的 所得到的 保应 那我们就知道 污秽的心啊 无论停放在哪里啊 他都会变形的 因为污秽的心 他为什么会变形 因为他会玷污人心 他会玷污世界 甚至玷污宇宙 他随时就在污染生活的气息 在无形中 因自己的恶行 定他的罪 不是因为只恩 而是他拒绝光的来临 他讨厌光 而在黑暗行 所以在 约翰福音3章19节说 光来到世间 世人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在池 约翰3章19节 这里很清楚来 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人的行为 被惩罚 受毁棒 一个人的 手所行的恶事 他要为他自己的恶 付出代价 譬如说光来到我们的中间 你不要 你却愿意在黑暗行 你就被黑暗定罪了 你活在黑暗中 是因为你的选择 而你愿意与他同在 其实每一次当光来的时候 黑暗就没有了 我们并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我们接受光 我们就活在光中 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离开黑暗 这也来告诉我们 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在他的宝血里面 捷径这是恩典 这是恩惠 这是白白的救恩 使我们可以离开一切被震恶 被轻视 被藐视的生命 重新得到被人尊重和有意义的人生 第二个 他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Fedir Adonai Eha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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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尊重 尊重什么 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不追求自己的荣耀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清新的人 他尊重谁 他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不追求自己的荣耀 他看重上帝的所作所行 他看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不怕吃亏 就怕那些假冒为善的那种欺骗人的那种人 为什么他不怕吃亏 因为他知道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他知道敬畏耶和华 是以耶和华在掌完全 所以他行事为人 他端正 他以真理为喜悦 为他的准神 他愿意去遵行 所以他爱自己 使他自己敬畏耶和华 他不随活去毁谤 说谎言 他不随活做恶事 甚至他讨厌正恩那些行恶事的人 虽然他有时被恶人所憎恨 但是他不怕吃亏 他尊重神的法则 他敬畏上帝 他敬畏那些敬畏上帝的人 所以他发誓 虽吃亏也不更改 在真道行 我们讲到说 虽吃亏也不更改 不是说他的生命中做错了 他不更改 而是说当他知道 这一件事是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的心意 是上帝所命定所喜悦的 即使他吃亏了 他也不更改 因为他尊重上帝的旨意 胜过人的旨意 他尊重上帝的旨意 胜过自己的荣耀 他尊重上帝的旨意 胜过他人的掌声 所以在扫墨上 二章三师姐说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这里特别来告诉我们说 尊重我的 也就是说尊重耶和华的 他就必被看重 藐视耶和华的 他就被轻视 这里来告诉我们 其实圣经在讲这一句的时候 就是因为以利的儿子 他们虽然是祭师的儿子 但是他们行恶 而以利呢 却尊重他的儿子 胜过尊重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就告诉他们 你因为尊重你的儿子 没有告诉他行恶 所以你的儿子 所以你的儿子就必昧亡 因为他们在百姓中行恶 惹耶和华生气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真理里面 我们若顺服神 就必存活 我们若藐视神 我们就会因我们自己的藐视 而被震恨 而被轻视 第三 立定了诗 哈吉达得得得 这里来告诉我们 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立定了心智 他发了识 尼什巴 他发了识 其实他发了识 也就是说 他在面前 在耶和华的面前 立定了心智 他在耶和华的面前 承诺讲了 发誓之语 就是说 他所讲的话 他不识言 为什么他会在耶和华的面前讲 因为只有耶和华能证实他所说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 我们不可以乱说话 因为耶和华绝对不会以为我们有说 当做没说 所以他发誓之语 也就是他立定了心智 没有反复不定 没有夫是夫妃的产直 也就是说乱说 他乐意的 作业的去默想 他愿意被真理的培持 他用刚强 真爱 与谨守的心 清新的信靠主 他愿意去实行 他愿意尊重耶和华的话语 来带领他的生命 来信靠他的生命 是信靠什么 真理的培持 耶和华的同行 他以这样的信心 认定 信实的上帝 在他的生命中的建筑 在他学习的过程 在他生活中的行事为人 他历定了这样的心智 在耶和华的面前 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而会的 哥林多后诗一章十八节 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 也就是说我告诉上帝 他是忠实的 他是配得我信靠的 我向你们所传的道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没有是而会的 是就是是 不是就不是 因为多说的就出于二者 所以一个立定了心智的人 他很愿意照这样的话去行 没有逝世而回的话语 而是照着上帝的话 去传讲上帝的道 第四个 爱常以为亏欠 这里讲的是说 虽然吃亏也不更改 雷哈阿尔 这里来告诉我们 雷哈阿尔 其实这里他说 虽然我瘦了 怎样 我吃亏了 这个雷哈阿尔 在这个原文 其实就是说 恶是坏事 但是这里再说 恶人他所做的事是恶的 但是我讨厌他们做恶事 虽然恶人他不喜欢我 虽然恶人他让我吃亏 虽然恶人他毁谤了我 但是呢 我知道 深渊在于神 所以我虽然吃亏了 我虽然受骗了 我虽然被误会了 我虽然让他们批评了 但是呢 我不更改 罗亚密 我并不会更改 神对我的旨意 我并不会更改 那敬畏的心 我们知道 做错呢 要改 那么 而且 要远离恶 这是爱的本质 爱的本质 是一颗清新的灵 他知道他做错 他就会 他知道他做错 他就会改 他会悔改 而且他知道 远离恶 圣经上说 一个正直的人 他是远离恶事 不与恶人同行 是因为敬畏主 至极吃亏 也不更改 为了正义 公平 公平 善事 美好的道 虽然吃亏了 他也不更改 为什么他不更改 他不更改 是因为真道的缘故 但是他会悔改 是因为他做错了事 所以我们就知道 爱的本质是恨恶恶 倾丧 但是他并不是去攻击恶人 他是盼望恶人 因着听了神的道存 敬畏的心 来悔改 来赞扬上帝的荣美 来享受这样恩典的生命 使恩典的生命 经历了 晓得了 明白了 悔改了 重新 而让这恩惠的恩典 十字架的救恩 爱的恩典能继续的繁殖 也就是继续的流传下去 常常意为爱 好像是摸不着 是虚空的 但是真正的爱 就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 这样的恩惠 在我们的里面 这样的恩惠 让我们常意为亏欠 所以我们愿意来传讲这样的恩惠 使更多的人得着 让生命中有公义和平 来营造我们生活的价值 我们人生的价值 我们生命的价值 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不是只有在外在而已 而是我们生命中愿意 而经历那清洁 无亏无亏而成为无亏 无亏无畏无畏的灵魂在我们的中间 使我们可以学习到上帝美好的旨意和恩惠 所以这里说爱常以为亏欠 因着爱所以我们不怕吃亏 因着爱我们不为自己申冤 因着爱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眼目查看世界 因着爱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救恩 彰显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让他的心灵常常得到保护 他来经营这样的价值 使他的生命能保值 能披戴着圣洁公义尊贵威严 上帝的同在和同行 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这么说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而律法 这里告诉说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我们不是只有在外在说我们凡事不可以亏欠人 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内心的光景 我们是不是还有污秽 我们是还有亏欠人的 我们是不是有设计害人的 我们是有毁谤害人的 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东西 唯有我们自己知道 所以所谓凡事不是只有你欠钱不还而已 甚至就是说你骂人让别人听到 但是你心中的记恨 你心中的嫉妒 你心中的酷毒 这些我们都应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除去 使真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能真正的彼此举起手来 彼此的认罪 彼此的悔改 使我们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得以垂听 这就是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不是用口说的 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 把我们自己摆在祂的面前 而且常以为亏欠 常觉得主啊我实在做不到 我实在不晓得怎么做 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自己 在你的面前没有亏欠 甚至就是不为亏欠人 存一颗清洁 无亏无畏的良心 这些是从心中花出来的 因为这样爱人的就完全的立华 我们知道律法就是要叫人知道罪 律法叫人知道罪 所以让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可以悔改 律法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 我们需要悔改 使我们的心被洁净 好让我们心中有一颗爱 有一颗爱的灵流露出来 他就胜于律法 真正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他不会触犯律法 他是超于律法 却胜于律法 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有清洁无亏无畏的良心 他就绝对不会去作恶 所以因为这样的心就完全的律法 所以我们知道心在黑暗精华中 或者是说心在罪中 是没有人能解救的 没有人能释放的 如何能脱离被藐视被拒绝呢 就是要我们自己放在光中 耶稣说我是真光 我们每一个人 若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真光里面 黑暗就自然出去 所以我们不必怕财亏 我们不怕损失 我们最重要要怕我们心亏 所以我们的心瘫痪 我们的心骨干 使我们看不到救恩 使我们还活在一个迈向黑暗的道路 那么奇妙的救恩呢 释下了恩典的造化 神释下了福音 释下了祝耶稣的救恩 在我们的生命中 给我们恩典 来告诉我们 保血能洁净 能除去那些死亡的毒液 死亡的阴罗 来清洗我们 我们借着保血的洁净 我们能提防许多的灾害 除去所有我们生命中的罪恶 黑暗 告诉我们 慈爱和诚实 教导我们 主的公义和公平 批在着他的属性 给我们平安 来除去所有虚伪的狂辈 来除去所有虚伪 使我们的生命 不被那种虚伪的罪 黑暗的灵所玷污 因为只有主耶稣 没有人能给我们生命的释放 因为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能治救我们 除了他以外 没有一条路 能带领我们得永生 到父那里去 这就是一个神的恩典 在一个敬畏他的人的生命中 在一位清洗人的生命中 他一生所行的 他不怕吃亏 他就怕亏欠人 他一生所行的 他就怕得罪神 他一生所行的 为了来散播生命的光 和见证福音的作为 所以在诗篇八十五篇十节 怎么说 慈爱和诚慈 彼此相遇 公益和平安 彼此相庆 这里来告诉我们 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是一个遇神的属性 我们知道 这样的生命流入在这个世上 使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 与他们相近和相亲 来见证上帝恩典慈爱救赎的大能 使这个世界上 能看见 而使我们的世代中 能兴起 耶和华的作为 哈利路亚 愿这样的恩典 也披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家庭 社会 和国家 我们同性的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的天父 谢谢你 因着你 我们学习清洁 无归 无畏的良心和信心 因着你 我们有点患 可以发现 我们的罪能悔改 因着你 我们被你披带着 荣耀尊贵 威严的衣服 在这个世界上脱离许多的灾祸 因着你 使我们看到你的爱 在这个世界中 主 愿你就来充满你自己的荣耀 在各地各方 使你自己的作为被展现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吗 谢谢观看